今天我们要来玩一个游戏 生化危机4 VR 这个游戏是大概两三个月之前上架的 距离现在其实也没有过去太久 生化危机4算是生化危机整个系列里影响最深远 历史评价最高的一个了 现在被重制成了VR版 只有Quest 2可以玩 是没有PC VR的 三上真思当时说 如果生化危机4跨平台 他就切负自尽 结果生化危机4差点成了跨平台数最多的一个 我来数数这个游戏一共被移植了多少次 危机百科上写的是11次 加上Quest版那就是12次了 那么现在我就来玩玩看 它到底好不好玩 你们看到的跟我看到的绝对完全不一样 首先我这个title这个标题就是 烧在空中滴着血的 太可怕了 我不想玩了 让我回家吧 设计划的 weapon management tutorial yes knife short gun 哦 还有 哇好难 我感觉我上来就要死 哇 好晕 槍 槍 这是什么 哇 哇 哇 第一次把这个剪刀的 道具素材看得这么清楚 哇 好晕啊 我好害怕啊 怎么办 你 呃 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 啊 啊 晶晶播片了 我也要这个姿势 完了 她是不是 教师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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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会走过去呢 我可怕呀 啊 啊 什么呀 这个人怎么这么变态 完了完了 这个门都不敢开 有人的门外怎么办 赶紧破窗而逃 哇 哇 但是没有东西 我觉得我这个浅长就到这里就可以了 又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那是乌鸦 安全一下 太好了 太好了 X Z 狗狗 好了 还有陷阱 你们都已经是僵尸了被感染的人 人了 这个农村妇女被死状有点惨了 都是钱啊 跑好快点 我一记飞机 先退一点 小刀没用上啊 出了滑了滑了 哇 这个水流什么的还是不够逼真啊 没有准心 打不到 别跑啊 老头 跑了 跑了 看见你了 看见你了啊 死掉了 药丑 还剩多少子弹 53法 凑凑有余啊 凑凑有余 哇 一个村子都是啊 这是后面是小道吗 我偷偷潜入村庄 偷点东西 逐个击破 这是我的那个策略 补刀成功了 老坏蛋 快溜 快溜 什么 我滑你了呀 吓得我一天了 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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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没有子弹了 我换把枪啊 诶 没打到 啊 啊 又没有子弹了 哦 哇 他们还在走路啊 啊 哦 后面还有人 哦 后面还有人 哦 哦 躲掉了 啊 快跑啊 等一下 我手榴弹呢 我手榴弹呢 哦 走回头 诶 没打中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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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又被逮住了 然后又跑路了 诶 诶 诶 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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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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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太可怕了 还有巴法 诶 诶 诶 快走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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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墙没有子弹了 快跑了快跑 哦 惊动化了 太好了 完全没有子弹了 这个也没有了 出标题了 太好了 好了好了 就到这里了 果然VR版受到好评是有原因的 这个就把以前的游戏 简直是重新焕发生机 你要不要这样 我在哪里 不过好在这个游戏里的僵尸 其实走路基本上还是比较慢的 而且会说话 形象也比较端正 没有到那么吓人了 如果有VR头盔的话 有Quest 2的话就可以玩一下 感觉还挺不一样的 好 今天就到这里了